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胡潤最近出了一個全球百強地產富豪榜 在大灣區裡面佔了三成 即是說一百個富豪是房地產的時候 在大灣區佔了三成 我想告訴大家是甚麼原因 第一件事在過去十幾年 尤其是大灣區的深圳廣州 他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非常之快 令到很多人的身家就上來了 第二又有很多人是希望在深圳裡面去工作 成為一塊磁鐵 變成深圳的物業漲價就漲得很厲害 香港也是 澳門也是因為它開放賭業 變成一個飯如樂的中心 這幾件事令到大灣區是很吸引 很吸引的時候 地自然會是值錢 這個就會造就了這麼多的富豪 那 那些人就會疑問 那為甚麼 大灣區如果過份質重於房地產的時候 那會阻礙到其他業務的發展 那我想說兩件事 第一 過去那幾十年的房地產的漲幅 最源於的就是印太多錢 我說了很多次 因為美國在蘇聯解體之後 就變成全世界獨大 是沒有人制行得到它 它是可以任去印錢 令到那些銀子就很薄 即是說起樓的速度追不上印銀子的速度 所以那些樓價就這麼貴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人性的文化問題 因為始終中國人 那個有土私有才的概念 是非常之大 就是你要去將它變成一個很冒險的性格就難了 在外國尤其是歐美的人士 他們的文化跟中國人不一樣 他們是喜歡去探險 你看一下維珍航空的那個老闆 他根本他祖先就是一個冒險家 就是喜歡坐氫氣球的人 那他就是要去探索 形成一件事 在美國股票為什麼那個PE會是比香港 比中國會是高 因為他們願意冒險 為什麼中概股要千方百計要在美國那裡上市 因為他們那個市場大 他們願意接受去冒險 跟香港不同 那現在只不過是因為中美 dcouple的時候 他要回來去香港 如果讓他有得選擇的 他一定是選擇在美國 因為那個PE高 香港 過去這幾十年 其實都是 發在房地產的那些人 因為 印錢的速度是比印樓快 我經常都說 我說在香港做生意 是懲罰他們的 不是一種享受 因為你很簡單 你走去買一個資產 長期的持有 那你就會有錢 但是 人生是不是只是看著那幾個磚頭 做事 是不是需要有些貢獻 那我覺得是 現在人的要去想 今天想說的八強富豪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